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心不仅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在青春佳节之际 为人们带去吉祥与祝福 香港人一般过年都比较喜欢去饮茶的时候 吃一些好意头的荷莲点心 例如这个猪手 我们叫做黄财就手 意思就是黄财很容易到手 这个是煎堆 这个煎堆就是莲蓉煎堆 我们改个名字叫金银门屋 意思是煎堆碌碌 金银门屋 这个叫做步步高升 就是一个萝卜膏 这个名字叫生意通四海 当然是说你将来做生意 做到四海都有你的生意 在麦桂培眼中 港式电芯品类繁多 花式多样 但其原料食材大多平凡以得 制作过程也并不复杂 而温暖人心的好味道 源自制作者亲主其中的时间与心意 例如这个环杂就手 我们首先买了些猪手 切开一粒粒之后 就炸了它 让它的质地没那么容易难 再煲淋了之后 再加一些酱料 加一些白菜 去调味 再蒸热它 那就行了 这个煎堆其实也不难的 就是将这些糯米粉用水去拆开它之后 就用一些莲蓉做馅料 包了它之后 上芝麻炸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萝卜糕呢 将一些萝卜 首先我们蒸淋了它 蒸淋了它之后 就倒入一些粉浆里 再搅匀 加一些辣味 虾米 这样再蒸熟它 攀冻 切开 煎香它 那就搞定了 出生于香港的厨艺师家 麦桂培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厨师 他15岁入行学做点心 时至今日已是40多年 年少时学艺艰苦 让他最开心的就是每年春节 父母做了点心 与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刻 熟悉的味道 温暖了每一年的相聚时光 也烙印在了麦桂培的味觉基因里 小时其实父母都会做一些 好像糕点 煎队 煮手这些过年给我们吃的 那个味道我都 自小又深刻记住在心里了 现在都很希望做回这些味道出来 安排在自己的餐厅里 让大家去忆 和我一起记住小孩吃的味道 猪手咬下去的一个口感 皮爽肉滑的 有浓香的酱料 这个煎堆就是要外面脆 里面就是软滑的 还有很甜香的馅料 这个就是煎堆了 这个萝卜糕就软滑了 很重的萝卜味很突出 辣味的香味加在一起 这个是萝卜糕的一个重点 如今当年的小学徒已成为 业界知名的大师傅 2009年麦桂培自己创业 在香港开启了连锁点心专门店 旨在让香港人以平价吃到经典味道 面对近年来的疫情压力 麦桂培依然豁达乐天 在拓展外卖生意之余 也不断研发十令新菜式 他希望用美食为腋下的春节 带去好彩头和传统年味 也鼓励人们热爱生活 共度眼下难关 我亦都很希望 这么困难的时候 做一些很异头 很味道的点心 给大家去品尝一下 忘记了这些困难 疫症快快出水过 那就好了